大家有没有感觉今天 透过老儿上的教导 还有我们长老 这么宝贵的这个经验沉传 是不是很多问题好像都 可以比较清晰了 当然呢 长老刚刚所 分享的这些内容 请问大家有没有 想到一些问题的 我们 这一两天都有提到说 什么事情都有 十节因缘 是吧 那长老现在宝贵的经验 告诉我们了 那你刚好有想到问题 那马上问是 十节因缘最好 有没有要问的问题 你刚好有联想到的 还不一定很清楚的 就可以提出来 好 那长老慈悲会留到明天 所以假如大家有再想到的问题 可以再提出来 可以再提出来 我们到时候再组织一个智囊团 我们郑重邀请 长老来参与这个智团团 就是往后大家有提上来的问题 可以透过这个群组再给大家做回答 好 好 这里有一个问题 有提到 有提到 有其他好些佛教团体 都会有筹款 或会员每月固定供养 那这些是否是如理如法呢 一些办课程的也会收费 而且不便宜 那这是否妥当呢 好像老和尚刚刚讲解的时候有提到啦 这个义脉啊千人宴啊这些做法呢 我们不反对 但是我们自己不做 昨天有提了一个词啊 教人以善物过高 我们自己现在能完全接受老和尚 知道我们的 我们就一心为众生 钱呢自己不要操心 佛菩萨会送来 刚刚长老给我们打了一个强行计了 他们一开始缘起的时候派法宝 那做法是什么 收本钱 结果反而资金啊 比较困难 后来呢 听话啦 老和尚说就是 都是供养 没有条件的供养大众 结果现在 反而是资金源源不断 不只派马来西亚 听说派到芬兰是吧 北欧都派过去了 这个陈德也有一点经验 21年前陈德到了海口啊 我们也就是免费 课程啊书籍啊 跟大家做供养 当时候我刚去的时候 遇到一些其他传统文化的单位啊 他看我没有收钱啊 他说你这样会做不下去的 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啊 他做不下去了 变成我还活着 所以这个信念很重要 就是他自己的思想观念会觉得说 不收钱做不下去 他没有那个信心 相信啊越失越多 财不失得财富 所以我们有相信了 我们就很安心的 照着老儿上的指导去做 但是别人还没有认知到这里啊 我们不反对 但是我们把我们的表法做好就好了 其实老儿上给整个佛教界 甚至于是宗教界很大的启示的 大家都缺钱的时候 为什么老儿上就不缺钱 他得好好研究研究了 就是这个无条件的布施啊 所以得到的福报特别大 那你比方说收不收费 因为我们也不知道 因为我们也不知道 这个团体人家的处境是什么样 或者他的认知到什么程度 所以我们不去批评 所以我们不去批评 比方说他认知还不够 他收的钱 让他心比较安 然后收费又不会太贵 那这个是他当时候的一个做法 不过这里假如说收费啊 而且不便宜啊 那这个就有一点问题了 因为假如你站的位置 你是在弘扬传统文化 弘扬佛法 你把它拿来赚钱 让你自己赚很多钱啊 那这个就怕会犯了批犯如来 你把佛的教诲拿来赚钱啊 你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你适当让自己的生活安定 这个还可以 可是你拿来赚大钱啊 这个不是很妥当的 这个儒家是这样 佛家也是这样 儒家有一个词啊 安平乐道 生活啊 够用就好了 你假如是拿来赚钱啊 最后就没有到啦 而且还挂着什么 刚刚长老师说 挂羊头 卖狗肉 你这个初心慢慢变了 我相信啊 初心一变了 那讲的也不是佛法了 讲的也不是传统文化了 一切法从哪里 从心想 心变了 讲出来很难是佛法了 好 好 这里有提到 这个地址是家长 班 护法老师 学历不高 没自信 没智慧 不敢正面面对家长 会害怕 只想在背后默默的付出 来协助主教 但是主任却要 护法们也学习出来分享 这让弟子觉得有压力 不知该如何是好 好 这个题目呢 首先 我们是当主任的人 那要感觉到啊 尽量不要让他们压力太大 所以要控制在什么呢 不要把他们吓跑 又要激发他们的潜能 所以大家掌握好那个度 我自己的经历 我觉得佛菩萨掌握这个度很厉害 比方说 我到海口去啊 就先让我讲一堂课 这个还受得了 慢慢慢慢的 要讲一天的课 再来要讲三天 再发展呢 讲一个月 讲三个月 最后要每天都要讲 你看 你看我还活着 没有把我压扁 但是又把我的潜力慢慢激发出来 所以一个问题啊 我们不能只着眼再回答这个人的问题 这个问题当中 它不是一个点一个线 它是一个立体的 它是一个立体的 我们是哪个角色啊 在这个问题当中呢 也都有给我们一些启示 那当事人来讲呢 那当事人来讲呢 比方说 我们 刚刚长老有说啦 我们 有这个责任啦 那我们要管人 我们还要管事 管物 那管事呢 是承担责任 责任的承担 是成长的开始 我是来自一个蛮单纯的家庭 我父母都是公务员 所以 我人生的阅历啊 也不多 我站上台呢 也会发抖的 我记得大学的时候啊 因为我没什么才能 所以比赛啊 一般都不会找我 找我的时候啊 都是没人啊 他们有一次辩论比赛啊 没人就把我找去了 结果上台 要讲十五分钟啊 我讲了七八分钟呢 就讲不出话来了 所以后面的 六七分钟呢 我就站在台上 所以傻笑是那个时候练 开始就练了 但是人真的是要锻炼 我记得我要去海口的时候啊 我从台湾要出门 陈德先父啊 就说了 你去了之后啊 先在杨老师后面啊 学三年 我想哎呦 可以靠三年喔 结果一到海口啊 这个杨老师说了 这里就交给你了 下一个念头是什么 本来想靠三年呢 突然说交给你了 你会怎么反应 快酸 赶快溜之大吉 没得退了 因为我们还是相信什么 佛菩萨安排 既然没有其他的人了 那该承担 要承担 所以今天假如主师没有其他的人了 这份责任呢 又要承担了 我们又不是去攀缘 那么多家长孩子 他们愿意来学 那可能就是佛菩萨 希望我们锻炼 所以这个 大家念无量寿经啊 念了很多遍了 什么时候开始学阿弥陀佛 你看阿弥陀佛是什么 我立誓愿 都胜无数诸佛果者 宁可得佛 愿大不大 愿很大喔 然后去实践他的愿的时候是 纵使生子诸苦中 如是愿行永不退 所以推不掉的时候啊 就要勇于承担 不要 还是顺着自己 本来的习惯 要义无需求 不需求想 我们在菩提道上啊 一定会有一个考题 我先给大家 泄露题目 有一题叫不要挑境界 不挑境界 一挑境界啊 我们很容易退缩 我们很容易退缩 当然你在承 承担这个责任的过程呢 也可以客观的 评估 你的状况 然后汇报给 你的主管 我现在是这个样子 快要撑不下去了 快要不能呼吸了 让你的领导清楚 他会 他会 斟酌情况 你不要一直称称到阵王 到时候说的 陈德法师说不要挑境界 那我就阿弥陀佛了 因为我也有经验 比方说我自己承担 我也感觉 我好像做的不是很好 很多问题 我就跟老和尚汇报 说我觉得我做的不理想 这样会造业 老和尚啊 我是不是从头学起 现在这些工作先放下 我从头学起 我在汇报我的情况的时候 老和尚讲了好几次 你的情况我清楚 最后我汇报完了 老和尚说 没有人啊 大家听懂没有 你听到老和尚 那没有人 没有人做啊 这个时候我们还执着 老和尚那我还是要退下来 那 这个就是把问题抛给谁啊 抛给老和尚喔 那我们当弟子的是要 承担啊 老和尚既然派我是这个工作 我也 汇报清楚我的情况啦 老和尚又是这么决策 没人 没人 你还是要承担 那我们还是要听话 大家注意 假如我们底下的人 都要顺自己的意思 那领导人 怎么去安排事情啊 所以服从 为负责之本 好 这个也是 我还是 承得自己的 经历过来 跟大家 分享 让大家做个参考 而我自己是感觉 你真的去承担了 把那一份 本来的习惯 容易 没信心 容易 退缩啊 的一个习惯把它突破 当我们起了没信心的念头 马上 阿弥陀佛 马上提起 一切众生 皆具 如来智慧得相 不要被自己这个 没信心的念头啊 给障碍住了 往往当我们提起信心 提起这个经教的时候 就会得到佛菩萨的加持 我自己 也 带一些年轻的人 他们也都是 透过承担责任之后啊 潜力有所提升 好 好 刚刚 这个长老有强调 这个捐款的人 他 我们要尊重他的意愿 这个在 莲池大师的竹窗水笔里面 好像也有提到 比方说他捐来 他就是要做这个 柱子的 你不能把他拿去买菜 好 这个我们有了这个观念 那当然 这个长老刚刚讲到的 他们只有两种捐款 一个是随喜的 一个是印经 好 不要列太多 都说我们类似 我记得我出到 进中学会的时候 我们要捐款 他上面就是几个项目 你这个钱要用到哪 他很尊重你 你打勾 我就是用这里 那 都是到柜台 你要捐 你去告诉他 所以刚刚这个我们季老师 其实就是有顾及到什么呢 就是这个是一个签名簿 大众很欢喜要来上课 结果他一看到供养多少 他心里有压力了 所以我们李秉兰老师 我们的传统 这一点我们也要承传 你功德香不能到处摆 我记得我曾经到一个道场去 每一个佛像钱 都有一个功德香 所以你在那里拜佛 人家拿钱过去 你就稍微有点 怪怪的 人家捐了 我要不要捐 所以奖金的地方 严禁募款 这一个 这一块匾 现在台中联社还有 所以大家回去寻根的时候 可以看到 不要让到了道场 听经的人 到了道场的这些有缘人 深烦恼 我们的心要柔软 所以李老就有考虑到这一点 要捐款呢 他到我们办公室 去写 他要捐什么 不要在公共的这个奖金的地方 就让来的人 有这个心理上的负担 我们佛门是慈悲为本 考虑到不要让众生 起心动念 产生压力烦恼 好 那请问如果到场的理事们 都已办活动 如中秋节 新年欢庆 目的是能够引大众 进入佛门 进入佛门 进而又能够得到财布施 但是 请问是 如法的护持道场吗 好 那我们以刚刚长老 给我们沉船的经验 现在 众生是如少水鱼 都是 是吧 那假如这个时候你有半班教学 可能供养就不是问题 所以 就是 我们还是要想到老和尚的教诲 以佛陀 以老和尚为榜样 老和尚就是讲经教学没有中断 所以没有这个问题 所以没有这个问题 我们不能自己 主业是半班教学没有做 然后就去考虑要办活动来尽钱 那这个思维上就是 我们应该依佛陀跟老阿尚的教导 而不要常常是自己的一些想法 在做事情 不然这样慢慢做做做做做 偏掉了 好 假如你真的半班教学 没有钱呢 可以来找我 来 我们有这个信心 你是真正办学了 大众得利益了 不大可能 不大可能 没有钱财来护持 好 好 那我们 当然 当然 这个 刚刚 我们长老跟我们提到 好 我们 管人呢 能够和睦相处 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 共同的修学理念 这个就属于六合镜的见和同结 所以我们接下来还有一天的时间 我们可以 这个修学 静中同修修学守折 我们来 我们来 探讨一下 第二呢 同一个修学的 导师 一个老师一条路 那这里就 要依止老和尚对净土中的指导 还有 要清除老和尚 他 他要做什么 因为老和尚他要做什么 他是用他的智慧判断 刚刚 长老说的 你做事要轻重缓急 现在的众生最需要做什么 那我们的智慧没有老和尚高 所以我们 连做事啊 我们也依止他老人家的智慧 其实说实在的 静中很多的供养啊 都是因为老和尚要做这些事 所以大众很信任老和尚 所以来供养 那我们2022年 全国 禁中联谊会 这是我们 长老提出来了 导师的心愿 这张发了没有 下午发了 好 诶 这个是我们 这个能和睦相处里面 第二个部分 因为我们一直同一个导师 老人家要做的事情 这也是我们可以取得的共识 但是昨天我也跟大家说了 老和尚很慈悲 他是应整个世界的需要 但是我们自己学会 哪一些事情 原会比较成熟 那我们可以 大家建立共识之后 就做这几样事 你不可能老和尚提倡的 我全部都要做 所以老和尚提倡弥陀春 那你要不要做 现在有福隆弥陀春 你先把福隆弥陀春做起来 有老人 真肯修学的 就推荐到这里来 主办圆容嘛 弥陀春 马靖庄为主 附近啦 假如是北马的话 那北马看哪一个 靖中学会 可以先成熟 可以用一个弥陀春 主办圆容 这个就是华严的精神 我们可不要搞那个 输人不输丁 输丁不得看面 这个好胜心哪来佛门用了 他做我也要做 结果呢 这个地区的人力物力财力怎么样 分散掉了 我见过这种情况 最后什么 最后都做不起来 大家都要做头 都要做老大 结果那个圆最成熟的 他的资源也不够了 那反而坏的事了 我们都要把法用出来 哪里成熟 那他做 我们不要去攀缘 而且我们主办圆容 我们是办 我们随喜他的功德 我们能资源的 我们也尽力了 都是圆满的功德 好 再来第三点 如何互相配合 如何协调 那常老有说了 我们要有共识 这个都属于见和同结 再来呢 我们有制度 有守则 有规约 这些 这个都是 戒和同修 这个六合径里面 前面这两条很重要 戒和同修都有规范 这样我们事情运作起来 就不会乱 好 包含还讲到了 理事啊 不领薪知 还有你要做理事啊 最好是 已经家庭的本分有尽好了 这一点其实蛮重要的 映竹啊 老和尚 礼品老都强调 敦伦 敬奋 我们今天到佛教团体来做义工 前提是我家庭的责任 我有尽了 假如家庭的责任没有尽啊 跑来做义工啊 怕会有流鼻问题 你看那个做善事 结果孩子没有好好教 台湾就出现这个 一个很 也是名人啊 大家都认识他 他去做公益 结果后来他的儿子啊 犯罪 一下子全台湾都在讨论这个问题 哇 怎么都做义工 最后是搞成这个样子 让人家对这个 慈善团体也产生反感 我们做什么事啊 不要出现流鼻 而且我们做什么事啊 依经典 你看 儒家的经典告诉我们 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 我们利益社会是属于治国的层面 但是建立在啊 我们齐家 大家有尽了这个本分 所以 物有本末 事有忠实 知所先后 则尽道 所以 什么是本末 什么是先后 比方说我们 要先尽自己的本分 这样出来利益大众啊 不会有流鼻 所以齐家是本 出来利益社会是末 这个本末啊 最好不要倒置 所以我们自己的团体 也都要依循经典 我们才 表法 所以做什么事 不能是我喜欢这样做 还是要理智的依照经典 依照老和尚的教诲啊 才不会产生太多流鼻的问题 好 所以接下来我们还有很多要学的 这个 修学理念 还有导师的这些心愿 我们再掌握一些时间 好 谢谢大家